大家好 今天欢迎来到老顽红的YouTube一个新的Doc Show节目 我是Kelvin 我是阿贵 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是 谈关于国际版跟日文版的抽脚的差别 当然我们听很多朋友都能说过 国际版要得到五行的确是比较难合 日文版的你很简单就可以得到五行 到底是不是有这种事呢 而我Kelvin就自己下载了日文版来测试一下 现在这个成绩是阿贵还没看过的 是我录下来的 我已经知道成绩什么了 我们将在这一个 跟大家来看看我们成绩结果的同事 我们也来分享看对这件事大家有怎样看法 好 我们现在开始 OK 兄弟 讲的日本那边抽得那么简单 我现在来看一看 在目前为止呢是我一刚开始 所以他们给我免费的那个抽简单 抽简单的东西 比较为了 这个会变同时的 这个会变同时的 我目前还没有dutchbox 好来 我们再看下一个 来 再继续抽 不过目前为止呢 这版呢就刚好遇上了两周的今天吧 两周的他们有做那个 Event for San Pedro F7的 San Pedro 也放得出来 我现在是他的低音 也放出来不错 由于日文版的很明目 得到这些女性别的角色 所以我在后期的时候 我玩的成绩本 我自己本身也得到了 而所有的那个朋友的 的隔夜当中 我都有看他们都有一支San Pedro San Pedro 这种不错的角色 不错的角色 我也想到 在这个逻辑版本 希望可以抽这个 在我的这个已经到了5点了 这个是11元虫 哦 这个是11元虫 这个是11元虫 对对对 好 看是否能不能变同时 哇 真的有两个红的咧 对对对 但是其中一个 这个并不是单独用的角色 而是那个Trust Mobile 更加信赖的那个Mobile Mobile 哦 哦 哦 如果可以真的 可以在这个 日本版本啊 得到这些 无心底的 的角色 啊 是不错的 不过在我们Global的版本呢 看来也没有那么简单 是的 国际版我是建议的 我第一开始 这个是我第一次 在11元虫 得到红色 真的真的 我在国际版没有一次 得到我已经抽就十多次了 我实在是 对于 国际版的那个 11元虫 非常失望 也非常恐惧 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 那鬼到那个台的时候 我就是在那边开始 可以抽到这个 无心季的角色 然后到现在也不大有抽到啊 也是有时候 嗯 进了那些钱啊 来抽抽 都是一个 一些普通角色而已 对 对 对 这个后面呢 单抽呢 我说呢 要的那种也是比较难 单抽方面呢 自文版的鬼到 我觉得都没差别了 我会查别的是自文版 比较有目搜集拉币 在每个登录完成的时候 每个的 每个 也就是说 故事中的 登录啦 我们都可以搜集到 100个拉币 在每个结束 在国际版本 只是50而已 在后期的时候才30 给我们那些没有用的 那些 那些东西 12 OK 好 这个目前为止呢 这些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后面的单抽 其实没有什么 特别的 角色啦 我们就 加速带过 阿鬼 这家 我也觉得没什么好想 这个 这个可以带过后 我们再来看一次 另外多一次 11元抽 因为我过后 我还有去收集 拉币 要不然 我没有办法再 12元抽 好 我们去加速看吧 好 解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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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再来看我的第二次的十年抽 这个是之后我再去做任务收集的五圈拉比斯 好 我们正在开始 由于这次的Event 中呢 你抽越多次 他的给你不心底的角色 机率就会更加高 哇 还有这样子的啊 继续 这就是国际版没有的东西 这个如果在国际版就很好 我们都不知道哪几次的红石咯 不是啊 都磕了那么多单 你看 我已经有一个 又在红石 不错不错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咦 当时我是知道的 其实 但是这次的绿色感觉我也是拿很多 哦 咦 啊 啊 不错 这个女龙骑士 就是我最新得到的无尽解释 嗯 哦 看来这个 你讲的这个是本的版本 这么容易得红石 我真的是拿开劲 哈哈 这就是我们不明白为何国际版本 也不这样子 这个东西可以改进嘛 你知道 所以我知道 也许对于其他的人来说 在智文版中啦 几乎很 得到五星的结设 红石的几率很比较高 然后觉得好像很泛滥 很随便都可以得到 但是 我觉得在国际版也许可以 如果说你抽三次 第三次你就至少得到一个红石吧 对吧 那我绝对认同啦 这个就是 也希望我们玩家有时候 啊 我们存的这些 蜡蜜啊 有些不是存的 可能也许他们也是 会 会进来 购买 消费 买回来的蜡蜜 不过也希望可以 可以怎么讲啊 得到一些 比较 有 有保障的 这个回报 对对对 对对 我就对当中 然后另一方面呢 我在这边 看了这个日文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抽之后的 我就觉得 如果在国际版本 不要跟 日本这样子 也许 啊 在一些 啊 这个banner 我就是定先 召唤 啊 定先召唤 还是哪一系列的都 可以给我们玩家来去选了 然后来去 来去 来去抽 如果 就是说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 Final Fantasy 啊 可能是这个 第六集的角色 可能我要得到他的一些 啊 这五星期的角色 我 因为我想 想要收集他嘛 所以我就 就选了第六集的 然后我就特地去抽他 啊 这样子我们就不会 好像抽到 啊 别的额外的 角色嘛 对对对对 我也是赞同你的意思是 分类出来 对对对 让你玩家 能有一个选择说 你比如说你要 呃 这类的角色就在这边 这类的角色就在这边 这类的角色就在另一边 所以你要召唤的时候 你确定你不能召唤错误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 也是很好地见你 也是很好地见你 我也是觉得这样子 因为 借我所知 我的朋友们 有一些人呢 他们都是在很精选的 召唤中 得到不是精选中的角色 对啊 哈哈哈 这个这个是 有时候是真的是 很初步 是要讲的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 我们尤其是都是拿到 精选以外的角色 呃 好 今天的 呃 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希望 下一期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其他 这个东西 你们认为 有什么建议呢 要跟我 跟阿鬼分享呢 也持续 我们留下一期 啊 任何语言或者任何电影 对我们 接下来 啊 我们还会带来 会各位带来更多的分享 而阿鬼也会 进入更多的时间去 研究出和恢复强力的DM 对吧 对对对对 这个 这一系列的挑战呢 啊 最近 因为之前的时候 我都没有那些 class master 所以要 要挑战这些 嗯 这些王 都是有 这样讲的 都是有心而立不足 嗯 嗯 所以我最近也是在 在 尽量在收集 这些class master 所以希望以后 可以 可以为大家 做多一些 这个 别 比较不一样的影片 就是对付他 这些 对对付他 角色 角色啊 角色啊 角色的 用法 好 適合的DM 怎样装备 好 好 这样子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各位 再见 再见